我的名字是Christine 我住在 Salem Oregon 然後我現在是全職的牙醫 交通在我生活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我每天上下班 我現在每天上下班 單程是差不多20分鐘 然後我都是自己開車 我認為歐勒崗州 在對未來的交通規劃裡面 有幾樣要素需要考量 第一是 如果是為了沒有車 或是腳踏車的民眾 可以多在重要的幹道上面 多設置一些公共交通工具 讓大家出門更便利 然後歐勒崗州也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或是居民來自不同的背景 那如果能在交通號制 不是交通號 交通標誌和公共交通 運輸上面有增添不同的語言 這樣子大家使用起來 沒有語言的隔閡 我覺得以後自動車會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就是越來越多人會使用自動車 我自己以後也會想要購買自動車 因為這樣對環境比較環保 所以我希望以後再 譬如說大家如果長途 路程公路旅行的話 也不會感到批乏 然後導致車禍的產生 請集團 按下 拍打 請你們 請 按下 我們 平面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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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